大家好 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6版原神角色攻略 原神攻略仆人阿蕾奇诺能不能玩 角色优劣装配思路全解 本期视频将为你逐真分析逐以解答大家的疑惑 小朋友们好我小王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以下结论均来自于我的游戏理解 以及官方正式公布的内容来进行描述的 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想法那么非常正常 也欢迎大家指挣为了问题十分感谢 首先 无人证明角色的定位与玩法 在刚刚过去的4.6情战直播当中 已经为我们清晰的罗列出来了 阿里奇诺 火元素持续战场输出角色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战场主C 在整个配乐当中 是绝对的伤害主体 占据大半伤害的核心角色 并且和福安角色的惯用设计一致 视为要者有同攻击来进行杀害打击的正案命角色 在他的一系列技能详解中 我们也是能看得出来的 无论是一名使用长枪武器的角色 血红色的特效不仅压迫感极强 并且武器还会发出大镰刀的特效 帅气质直接拉满 且普通攻击是可以通过叠加生命之气 也就是限制自己的回血来获得更高的伤害 以及普通攻击能获得火人数负责的效果的 你完全可以说 他的整个角色设计的重点 是不要着生命之气这一玩仿来着重去设计的 而仆人的生命之气他就特殊在 只有他的大招能让我们获得回血效果 我们无法通过任何的手段 比如说队友的治疗效果 或者是说身遗物的治疗效果等等 都无法清除生命之气 并给我们的仆人提供回血的 他在明书战绩会向前挥刀 并让被战绩伤害到的敌人挂上标记 也就是让敌怪身上变成打叉的符号 触发他的战绩效果 在我们标记敌怪之后 是可以通过重击或者大招来回收标记 所以我们获得生命之气来为普通攻击提供增伤效果的 目前看来标记的敌怪越多 回收的生命之气素质也就会越来越高 叫我们不断进行普通攻击时 会不能消耗掉我们的生命之气来换取伤害增加的效果 目测在我们获得一次基金买额的生命之气时 是可以造成大概两套完整的普通攻击伤害增加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仆人的大招设计就比较简单了 造成一次伤害的同时 可以激活元素战绩提供的生命之气 强化我们的普通攻击伤害 也就是和重击一样的效果的 并且大招也是仆人在战斗情况下 唯一可以正常获得生命之恢复的技能 可以说相认珍贵 无论到近年设计方面 是往那种特别激进的战斗方式上面去发展的 总体还算一较宽大的伤害范围 以及火元素伤害这一方面的选择灵活性上 也会变得非常之高 传统纯火队 传统蒸发队 以及新兴的风丹蒸上队的玩法都能胜任 但有一点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起提了 就是这名角色很难回血的机制 先别管他的伤害到底高不高 但生死压力肯定是甜蜜拉满了的 队伍搭配的难度上更上一层楼 属于是一名战斗风险和收益都相当激进的 高难度角色 个人更愿意将它倾向于真爱的玩家们去抽取的 在生意物的选择上 3个版本既样推出的两套生意物当中的一套 邪律异想断章 以生命值其加减来提高伤害的效果 毫无疑问就是仆人的专属生意物套装了 在老生意物方面 主导普通公司的仆人在使用来信与异想 决斗式事件套也是同样能造成不错的效果的 主硬直驻连刷上楼阁在一定处置上也能将就玩一玩 而风扔之光、竹影猎人以及承烧往生路 则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在战斗当中 仆人是很难去回血的 就算你可以通过水深的时区掉血去控制他的血量 也很能保证你的生命值 对于因人顺利的增加与减少的 生存压力拉满的同时 还大大增加我们的操作难度 因此不太推荐 而5星的选择上 只要是能提供双爆的长枪武器 这我看来都是有得玩的 我们基本有啥用啥就可以了 在现遗物以及武器的选择上 并不会很挑剔 而普洛恩在贝勒的选择上 就不要令人难以抉择了 首先 他自身生命自弃的玩法 使得他在实案当中 几乎不会回物生命值 如果为了生存而早早的 大增给用掉了 那么毫无疑问 会极大的干扰你自己的操作手法 使得我们的操作压力变得太大的 那么你就需要一名 能提供强烈护盾的角色 例如钟离或者同一火人数角色的托马 一统入场才行 而得寓于他是火人数角色的加持下 主流的玩法可以细分为 传统村后队以及蒸发队 两种主流的玩法 供我们选择了 在传统村后队当中 万叶以及班尼特的增伤仍然强势 对于普洛恩来说 会是一个不朽的提升 因此我们是完全可以选择万叶、班尼特、钟离三人组 组成的一个传统村后队来玩的 但蒸发队的伤害也是同样不容小觑的 特别是在我们练度不算太高的情况下 蒸发队在伤害上 肯定也就是让我们另替欺净的一个选择了 叶兰、钟离、班尼特或者万叶 同样也能让我们的伤害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标准 在我们没有钟离这名护论角色时 当然我们可以用莱耶拉、伊奥娜、西颜、北斗等等 护论角色来纳尔喜中 但生存压力可能就不要难封了啊 而还有另外一种玩法 是搭配本次更新推出的另外一套生意物 未经的遐想 也就是燃烧会提供增伤的生意物来进行搭配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 真的不太适合我们仆人去使用这一套生意物的 仆人和莱奥斯利一样需要贴着敌冠进行打击 而我们贴着正在燃烧的敌冠身上进行打击时 会以一个非常恐怖的掉血量去下降的 不说托马 在嘎配草神的情况下 可能钟离的护盾他都扛不住10秒 因此对于不能够进行生命时回复的仆人来说相当致命 我也不是很推荐强行去把安这一流派的 在和水神进行搭配时 由于仆人主打生命之气玩法的原因 无法为我们的水神叠加到足够的大招增伤效果 我们甚至是在亡命的水神情况下 也是只能明明常想把增伤给吃满的 而且不考虑第二波以后的循环将进行搭配的话 不认只有一半生命值的情况 除了水龙王之外 任何的角色都是相当容易被敌冠秒杀的 尤其是在深渊敌冠爆炸的风丹更是无死 因此增伤之王水神与仆人的适配性可以说相当一般了 那么目前仆人在配队玩法上 也就是局限于传统纯火队以及蒸发队当中去选择了 受限于独特的生命时期机制 让仆人在一键程度上把自己的配队给限制住了 女风担角色的作风一致 越到后面 我们的技能机制就会越发变得独特且专一了 对于我们玩家的角色词深度非常有考究 但凡一些关键角色无法分给普伦 都是有可能导致总体的生存压力打拉近高的 普伦阿雷奇诺 我个人觉得他的强度等级是在同期的莱欧斯利之上 纳维莱特之下的 毕竟一名无时无刻不再担心生存问及的苏苏主席 和胡桃一样的压弦人玩法 在没有固定角色搭配时 整个风担的敌怪 人均特别特别高伤害的板腾 还是显得压力比较大的 因此 普伦更适合我们老玩家去抽取 有了上述配对手续的角色来进行搭配时 我们去抽取他们是非常合适的 打风担角色嘛 我们都知道 在数值方面 肯定是不会低多少的 只要你肯去抽命座和专武 那么以上问题 大家都不会是问题 同时这名角色也是很适合 珍爱党玩家们去抽取的 对于以下玩家来说 抽取仆人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一 本身就已经有了很多角色来进行搭配 比如钟离 夜兰 班尼特 万叶 莱耶拉 行秋等等的主流服务角色去进行搭配时 那仆人的实在效果就会变得相当不错了 因为他和肖一样 在如今的版本当中 是比较依赖于配对的搭配来进行游戏的 而以上问题的解决方式 往往是经验丰富的老玩家们可以去解决的 因此 仆人是偏向于老玩就去抽取 这个我们毫无疑问 二 和凤丹的新角色一致 仆人在命座较高时 肯定也是能获得非常非常不错的效果的 因此 如果你准备了非常多的原始储备 冲击一下命座或者专武的话 那仆人给你的回馈也不会是便利的 相反 仆人在高投入的情况下 还是夜长不错的 这个我们放出去抽即可 对于很多喜欢仆人的插币档玩家们来说 无脑路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强度问题出现的 而以下玩家 知识不太推荐在目前这个节骨眼当中 抽起一个仆人来使用的 一 对于目前原始指挥不多 仅仅拿下灵命的萌新玩家来说 仆人在出现并不会着重解决你的练度问题 反而很可能成为压垮落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神明之气难以回血的特点 在你前期缺少角色进行搭配时 在大世界的探索上都会出现生存问题过大 动不动就需要去七天神像回血 对于萌新玩家的游戏体验称呼上是变得多好 虽说与同期卡10当中的灵泥 终于是不来推荐摩西玩家们去抽取的 但是如果你硬是要选择一个来抽的话 那么灵泥则会更适合摩西玩家们去抽取 至少你不会像蒲伦一样 因为生存问题而忙得脚头烂额了 2.本期卡10当中的所有五星角色 灵泥、白竹、闪兵三人 没有任何一位能和蒲伦碰上出火花 也就是主在一起进行搭配玩法的 灵泥、蒲伦属于极致输出类型的角色 白竹处于治疗角色 闪兵更拼向于大事业跑图的综合角色 世人可以说各玩客的 对于蒲伦来说没有什么联动的必要 不像本期的龙王与万叶的卡斯一样 两者的联动性相当强 能同时拿下两者的话 你的练度问题就会得到大半的解决 蒲伦完全是要看卡10复合的四星角色 有没有用了 如果是一些比较冷门的角色 那么蒲伦毫无疑问的 就会成为比较孤立的角色 让我们本身就不算特别多的角色时 雪上加霜的 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